小方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到了场地中央 跳球 比赛开始 拉杜丽莎今天换个投行 而且在空位的情况下都能把篮投进 转一个票 看什么 没有人挡这个阿卜杜 阿卜杜这种打得非常聪明 这种补篮啊 速度都比对手快半拍 尤其去年周期走了之后 新疆队就缺一名这种篮下的高大内线 好球 刚说到他就开始表现了一下 非常踏实 打球喜欢用脑子 这种大哥球员 这个球给的真好 但是太冲了 胡亦凡没接好 这边没了 好球 怎么多快啊 阿卜杜这个从半线突进来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一看对手是盯人 拉杜往上线一站 阿尔杰森出来 我用第二高度来打你 尤其刘伟这个体重啊 在场上 应该是跟阿尔杰森差不多 最重的 这个阿卜杰森 阿卜杰森内线脚步现在啊 真是不错 嗯 没打成 漂亮 漂亮在空中就把球翻转住了 这个腰腹力量是真好啊 对 这就是我们说可能周一强在身体能力方面的优势 是 可兰 可兰这三分现在练得越来越准了 这种大跳投对方也是很难防住啊 对 以及这个就是江苏人的曹飞 对 还不错的 非常的成功 嘿 左手的勾手 阿卜杰森的防守很成功 哎呦 拐脸了 这回拐脸了 这下的进攻犯规比较凶狠 阿卜杰森呢 放低重心正好李渊宇转身这一轴打到脸上 哎呦 刘伟优来 哦 这位看来这三分练得挺好的啊 八九步离失 对 突破分球 就是在暂停之后呢 这修罗维奇是换人了 对 实际上是能力了 能力 推着你进去 空位 跳 阿卜杰拉木 对手刚刚追平 阿卜杰呢 又用三分球扩大优势 就新疆点确实多 但是这场比赛 拿过CBA总冠军的 总决赛MVP的球员 知道这个球队的阵容配置是什么样 自己该做些什么 对 那这样前场比赛结束101比93 那个这场比赛 了 最后一分 有点 感谢观看